中央民国全国总工会跟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承办了亚洲劳动国会议员工会与自由民主研讨会 今天上午九点半钟在台北市举行开幕典礼 这项开幕典礼是由全国总工会主席周杰江主持 严谋总统曾经命邀在会中致辞 这项研讨会将从今天提供几十六天 必须有十七个亚洲国家及必须的四十多位国会议员和劳工领袖们参加 研讨的内容包括工会与自由民主 国际劳工标准与人权 工会和政党等项目 研讨期间中华民国内政部长林金生 经理部长孙玉贤 农副会主任委员孙中汉 跟国民大会宪政研讨会副主任委员孙正刚 这张应邀在会中致辞 他们分别就中华民国劳工政策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和中华民国土地改革 以及农业的影响等专题 发表演说 内政部长林金生 今天是在两点半钟 在研讨会中以中华民国劳工政策 和劳工行政 发表了三十分钟的演说 林部长首先说明了我国劳工的政策 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 提高劳工的地位 改善劳工的生活 为最后的目标 随后经济部长孙玉贤 也在研讨会中报道了我国 近年来经济发展和成长的行程 政部长指出 从今年一月起到十一月为止 我国对外贸易的总额 已经超过了五十四亿美元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 第五七新年经济建设计划的末期